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我们把这个战场从中原 拉到国共内战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济南战役 吴化文的导歌应该算是一个暖身 这集要说济南战役的哪个部分呢? 我们这一节要来说 王耀武蒋介石的亲信爱将 他是黄埔三起 曾经担任过74军的军长 因为那个时候济南丢得太快 而且他还被俘虏 所以王耀武的仪式英明就报销了 不过严格讲 他本来在济南要丢失之前的半年 有大概三次的机会可以离开济南 可是都没有成型 所以最后被俘也算是造化弄能 会看我们频道的好朋友们 应该多少都对这名蒋介石的亲信爱将 王耀武的故事都略懂一二 老谭说他有三次有机会可以躲过 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1946年3月1日 第四方面军改变成第二绥靖区 王耀武担任司令官兼行政长 注定是在济南 负责山东省全省的军政事务 而且在这一年的11月 和市院去做北平市长 他就接替了和市院省主席的位置 兼任全省的保安司令长官 初期国共在山东的战争 其实是富有胜败 虽然说打输了鲁南战役 莱武战役 孟良顾 可是南麻战役 林曲战役 统统打赢的 特别是交通战役 我们之后会特别的讲 因为国军一度把华野的山东兵团 逼到了海边 可是从1948年周春战役开始 局面很明显的开始转坏 在近南要沦陷的前半年 第一次是蒋介石准备要撤换山东省主席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1948年的3月左右 这个时候蒋介石准备要用谁来换王药武 我们之前说过 东北四平街第三次战役 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这里打了40多天 打完之后老蒋派的刘安琪 山东纪宁人去接军长的位置 这边要附带一提 本来在山东作战 后来因为东北局势恶化 王铁明的第49军调到了东北 在新鸣反手被林彪给围攻 根据刘安琪的说法 他去解围 与林彪周旋了一个星期 他才离开去征部 没有多久蒋介石要他去济南接王药武 他说他不愿意去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山东人要回山东接省主席 感觉听起来是蛮适合的 刘安琪讲 他那个时候看到了济南的局势非常的混乱 大家对王药武也没有那么的信任 所以不愿意去接这个烂摊子 老蒋就骂他说 你向来都听我的话 怎么这次不听话呢 刘安琪还是讲说他不愿意去 蒋介石正好改掉他去青岛 接丁志盘的位置 丁志盘去接江苏省的省主席 所以有这个国军在济南失守之后 接下来的青岛大撤退就可以看得到刘安琪的身影 第二次王药武可以离开的时机是在哪 我们之前讲过1948年3月还有5月的周春战役 还有违线战役 让整条交际铁路只剩下头一尾 中间都没有了 特别是违线有鲁中堡脸的城府 影响尤其之大 那王药武那时候看到的情况不对 所以在违线战役结束 大概一个礼拜 1948年的5月15日 大飞机到了南京 建议蒋介石撤离寄南 部队摆到金浦路沿州 还有沿州以南的地区 这样子可以跟徐州一带 其他的国军的机动部队连成一片 不过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 还是说因为蒋介石喜欢说守城 要王药武呢 你就好好待在济南 把济南守好 其实不完全是为守而守 蒋介石讲说 因为你的层级不够高 看得不够宽广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他说他考虑过要不要彻底禁 之所以要留下来 是有三个考量 第一个是政治 第二是军事 还有国际观感 也就是说会影响到美元 所以这三个理由 都是当时国军在这样子形式之下 都必须要考虑上的吗 最主要是济南的地位特殊 因为他是山东省会 华东的战略要地 济南到徐州的铁路 也就是金浦铁路 蒋介石说 现在已经修好了 为了不要让华北 还有华东的共军 连成一片 守租济南 有这个必要性 而且呢 济南没有了 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 会限于固利 不但对军事政治都不利 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到 美国对我们的援助 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撤退 估算一下可以保住 大概十多万的大军 之后的徐邦会战 可能就会多出一支 有战力的部队 也许会有一些变数 那我们之后呢 会说守城还有拆城 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作战有两种 一种就是加固 另外一种就是放空 把城整个给拆掉 我们明白这些呢 就会比较看得懂 国共内战的时候 两边的打法 这个是题外话 总之呢 蒋介石那个时候不同意 王耀武就只好继续的守下去 接下来呢 既然战役呢 在9月16日正式开打 手机场的吴化文呢 在第三天的时候 林郑倒戈 对于突然的变数呢 根据王耀武的说法 他是在第一个时间 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还有报告给徐州交总的刘志 刘志呢 那个时候就立刻吩咐说 既然情况恶劣 是否可以一举向北突围 同时呢 王耀武没有等上面 怎么交代 立刻做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缩短阵地 集中守军 外线呢 只留小部队 拖延时间 等待援军 第二个呢 主动突围 那他后来考虑的结果是 第一个方案 蒋介石会比较认可 最后决定雇守待渊 其实刘志也是深知 这个校长的逻辑思维 蒋介石在日记里面 他自己也讲 9月18日 19日 他连续接到了 王耀武告急的电话 说情况严重 机场的空军人员 擅自撤退 非常可恶啊 等等 他就告诉王耀武 要他学习 守四平街的 陈明仁同志 因为呢 既然跟四平街的 城市范围 建筑物都差不多一样 可是呢 地形更具优势 陈明仁呢 去年可以用不到两个诗 凭借着建筑物 步步格斗 打了一个月 最后获得胜利 希望呢 你也能够抱定必胜的信念 决斗到底 不要使臣明仁专美一拳 这边看起来呢 蒋介石是在替王耀武加油打气 是 那他在那个指示中 其实也没有看到有图为的意思 蒋介石是在无话文倒戈的第二天 9月20日 他在日记里面 蒋中正先生年谱禅编里面 他的标题是 在电王耀武 免以死守济南 故作突围之念 这一天的记载是写说 他接获王耀武的报告 除了忧心 黄玉祥15万的旧部 他又再次的用成名人做例子 说既然他都能够在四平街 顾守40多天 顶住林彪 东野100多门的重型野战炮 你王耀武呢 也绝对可以做得到 也要激励大家 上下一心 以阵地共存完 成功成忍 老谈之前讲过 四平街 成名人一打完就被拔掉 影响其实蛮大的 现在突然又举成名人同志 还特别加了同志 王耀武不知道 他这个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王耀武其实请示图围 多少可以保存一些实力 可是看起来校长 是毁了王耀武最后的希望 之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顾守 其实按照成名人的讲法 就是那个时候的国军 走一个地方 如果能够坚守下去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有把握 如果你守到一半就跑掉了 绝对会被击溃或消灭 死路一条 所以成名人那个时候 他才死守四平街到底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王耀武那个时候要求突围的时间点 其实已经非常的差 你看地图就知道 吴化文的部队是在济南的西面 你过不去 北面是大明府 在完北走是黄河 大部队要通过吴化文 就是要过黄河 其实更不容易 那至于东面还有南面都是山区 一些高地 你要经过正好是钻进去给人家打 也就是说这个南京的考量 也有可能不是不能突围 只是说那个时候 华野态势感觉已经四面合围了 对 十万大军如果这样一动 好像没有人敢去赌这一把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那个时候很多部队的眷属 都在浸南城内 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一些军民 总共加一加也有20多万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要突围 西家带眷 估计会垮得更快 最多只有少数的高级降点 才有机会跑出来 对于华野而言 有部队要这样子突围 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更高兴 总之中共在山东的发展 其实一开始是从七十甘比开始 派了七个人开始发展 最后在1948年的9月24日 拿下了纪南 也象征国军正式的丢掉了山东 我们知道王亚五有名将之称 本身也有一定的条件 为什么对于守纪南这么也没有信心 从1946年起 他担任山东省主席 即全省保安司令官 在这边经营就起码有三年了 对 这也算是他的根基了 应该要有些成绩才对 中共在山东 一开始是靠七十甘比 逐步扩大 身为山东人的王亚五 他虽然是农民出生 可是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 他也是靠甘比 而且还不只是七十甘比 逐步的爬生 他最有名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了解 他那个时候已经坐到了将军的位置 随身都会带一些甘比 在以他没有带甘比为借口 向人家借笔 写一写以后 讲说你这支甘比不可以 我把我这支派客给您 让他用过的不要见怪 用这种送礼的哲学 一直一直的送出去 再把别人的甘比 一直一直的收回来 那久了以后 大家都说你好办办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社会 其实蛮多业务员会有这种 送笔的一种模式 其实送的要有技巧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可以从这边来看 这个公关的好手 他因为有技巧 就累积了很多的好口碑 对他的仕途爬生 升迁 当然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他的这套本领 其实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无少也见 在天坚 他上海都逃过生活 特别是在上海的饼干公司 做学徒 最初笨手笨脚 他们被老板骂 逐渐的就练就了一套 待人接物的好技巧 后来呢 王耀武去报考黄浦军校成为第三期的学生 毕业以后呢 他因为有过电源的经历 懂得怎么样看人家眼色去拉拢了 所以大家都替他讲话 无论在商场或是战场能够活用 说明这样的人 他的脑袋其实非常灵活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刘安琪 他去接丁志鹏的位置 丁志鹏改接江苏省省主席来到了台湾 中研医院禁事所呢 对他进行过口述历史 他虽然说批评王耀武没有把进南的部队整理好 指挥做环育公事 而且军事素养不够 指挥大兵团的能力比较差 可是呢 他也讲王耀武谦虚诚恳 是有为 而且是有资质的 这条件还是很不错 这个评论还挺特别的 意思就是他如果把军事这块补起来 这个人就很完美 丁志鹏讲王耀武的问题呢 其实是从黄埔毕业以后 政官太快 没有心思学习战术和如何作战 如果王耀武呢 能够早点和他在一起 他可以告诉王耀武一些带兵啊 战术方面的事情 所以丁志鹏这样讲了 他这个口气会不会稍微拖大了一点 对了看你如何解读 不过呢 说王耀武做了山东省主席 没有用心在军事方面 其实也不是只有丁志鹏这么的讲 但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 王耀武的确确是凭持他的战功 爬到了这个位置 对于王耀武的作战才能呢 我们最常听到的是 术瑜后来曾经被问到 国军有哪些降临的指挥才能呢 比较出色 他脱口而出说 就是杜玉敏和王耀武 除了术瑜这么说 其他像杜玉敏降临的一些回忆录 对王耀武的评价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 比如说像是山东军区 十三重队司令员周志鹏 这个人是以战斗勇猛的 打法快横准著名 打眼周还有打劲 其实都有他的生意 他还出版过一本回忆录 叫做真龙岁月 老实说这本书很薄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别的贵 我那时候买了一本还二手 我们看到这上面都还有一些 标注 对对对 那不是我自己画的 他里面讲 他们在打进南的时候 面对的敌军指挥官 不是庸禄无能之辈 王耀武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于佼佼者 所以这个周志坚对于他的对手 他并没有说因为他已经把人家打败了 又用一些瞧不起人的字 是尊敬对手其实才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厉害 他举例讲 在中共红军时期 王耀武能够以一个旅跟踪红军第十军团 在樊山北路的唐家桥 与瑟湖的石军团击战 而且还能够使石军团遭到很大的损失 从此展露了头角 这一段老台没讲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们知道中共在江西成立过中央输区 蒋介石前后进行了五次的围剿 中共的说法是反围剿 第五次围剿的时候 采用了碉堡战术步步进逼 为了打破不利的局面 所以在1934年的7月7日 共同红军组织了一支部队 北上抗日先前队 由方志敏率领第七军团 还有红第十军团 从江西进入到福建 一路北上经过浙江到安徽等等 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撤运 中央红军他们的主力进行转移 1934年的10月 红军放弃了中央输区 开始进行了两万五千里参政 接下来是第七还有第十军团 河边为红四军团 王耀武因为在唐家桥 把方志明的部队打成重山 之后方志明就是随着 术语的先前部队突出了重委 后来方志明他又想要回头去找 第二十师的师长刘仇熙 刘仇熙他是黄埔第一起 结果在树营的时候 方志明还有刘仇熙都被俘虏 最后都被国民政府给枪决 原来如此 以前其实比较常听到的是国军被伏击 被打 没想到王耀武竟然遇到伏击 反过头来还中错对手 这是在国军中应该比较少听到的 最重要的是树语竟然这么早就遇过他了 难怪王耀武被他认定为不是庸禄无能之辈 因为方志明那个时候虽然是在唐家桥社府 可是没有抢占到好的制高点 红十九师那个时候部署在乌尼关一辈 与红二十师还有二十一师互为一角 可是部署的地点是在乌尼关以南的悬崖峭壁这一带 没有办法施展这个低级错误立刻被王耀武看出来 所以他亲自的督政打退了红军至少四次的冲锋 而且他还看到了十几个人冒着炮火抢救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这位是红十九师的施展巡怀舟 巡怀舟在战斗中受到重伤第二天过世 最后红第十军团只有术语率领少数人跑了出来 其他不是阵亡就是被俘 我们这样听起来在术语的军旅生涯中 经常出现像这样划险为夷的事件 那回过头来看 王耀武确实有被对手推崇厉害的地方在 因为王耀武在这场战役里面展露了头角 之后逐步的爬升 变成了枕边七十四师 所以在周治坚回忆录里面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 说他一手带出了敌五大阻力之一 肩敌人数众多的雪峰山战役 指挥官也是王耀武 就像我们如果在提到七十四师的时候 几乎都只提到张灵符 几乎划险等候 没想到王耀武他竟然也有参与其中 而且还被对手说这是他带出来 因为王耀武跟七十四师有这层关系 所以竟然被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要求七十四师能够空运到劲 那因为遇到了吴华文的倒戈 所以只有空运七个点 如果这个人都来了 或许还有机会 我不回答你假设性的问题 不过周治坚也有提到王耀武 那个时候在山东省主席人类 一些打败的战役 不过他特别的讲 比如说像是来武战役 他说战役之前是王耀武先发现了 华野舍南旧北要维兼李仙州兵团 于是立刻命令李仙州迅速的向北收缩 可是由于敌统帅部的失误 造成了两个军五万多人马 就这样子被辞掉 看起来这个州之间 其实蛮替王耀武说话的 把这个来武战役的胜败原因 交到了统帅部的身上 其实这也的确是实情 我们知道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 国军那个时候是采用全面进攻 到了1947年改为重点进攻 这我们讲过很多次 主要的目标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三北延安 另外一个就是山东的灵异 其实国军那个时候在山东的局面 本来究竟是很危险 在来武战役损失太长 已经种下将来近南战役的拜英 之后又有孟良谷战役 虽然说在1947年的10月 交通战役看起来打得还OK 可是却没有打出真正的殲灭仗 一直到了1948年的三叶 周春还有违宪 整个就无法逆转了 国共这一段在山东的战役 现代人应该记忆都比较模糊一点 不过王耀武身为主官 他多少都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想说如果是他在被俘之后 应该也会蛮懊恼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早知如此为何没有当初多做一点 王耀武在1946年1月 出任第二衰趋的失恋 蒋介石那个时候对他面授记忆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交际铁路 也陆续派了部队来辅入 国军就以言之交际铁路 以济南为县 青岛跟共军进行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突 到了1946年的6月 根据国防部时政局的勘乱战史说 因为国军受到了美国马歇尔的停战令约束 处处受制 最后不得已 第二衰趋发起了反击作战 也就是交际铁路反击作战 很有意思的 中共也称这场战役叫做交际铁路沿线反击战 所以到底是谁在反击 两边感觉好像都是被打的那一方 都很委屈 是 就是两边都有话说 我们前一集提到的曹伯伯 他那个时候是游击队 他说里米的第八军到了山东 其实是受到约束 不方便出手 所以就要求游击队来带打 他们还打过了违北独立 以违宪的违 还把对方的营长给打死 总之交际路反击作战 从6月22日一路打到了11月11日 里米的第八军攻下了无化文的家乡夜线 正准备要进一步追击的时候 就收到了第三次停战令 所以使政局的看乱战史说 那个时候只能让共军冲容的策略 留下了无穷之后患 可是这四个月又17天的战役 保住了济南青岛 也让交际铁路终于怅痛 也使得东北跟关内的联系断绝了 有助于国军之后 在卢南还有苏北的行动 所以马歇尔这个调停 反而让局势又更加混乱 不过到了1948年交际铁路的周春危险 还是陷落 整个山东局势就已经陷入了不可逆的情况 等到了金浦路中段的演奏失守 大概就大局一定 有关济南战役的战斗部分 我们会在下一集来说 这边就献说王耀武的最后阶段 把战役的主角将你们摸个透 回头再来看战役 也是老谈这个比较用心的地方 谢谢 有关王耀武最后怎么被俘 其实反间有蛮多种说法 根据王耀武他的说法 在9月24日上午11点 他看到局势已经不可为 所以对参谋长说 我要走了 我留在这边被俘 没有好处 那你们各位就自己想办法 随后就派了15旅的一个营 还有客户团的一部分 由北极格通过了地下坑道向北突围 突围到大约500米的地方 遇到了猛烈的阻击 王耀武在部队作战的时候 在一个小村砖里面化砖成三人 然后命令突围部队向后撤退 趁着解放军在追击突围部队的时候 立刻向东砖的出去 可是到了寿关县28日的时候 仍然被查出 王耀武最早的时候在上海当过店员 做过生意 最后化妆成商人 乔装逃出 其实蛮合理的 那王耀武他被查获的这一段 有很多拜官耶识的说法 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 他上大号用雪白的手指 也就是卫生纸 被农民发现报告等等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 他在逃完的时候 舍不得丢掉美国将军送给他的 M1903马牌鲁的手枪 被搜出来 所以才被试破 那把枪有一块名牌 上面除了有中美两国的国企 还写着 王耀武将军阁下 我对阁下的裁杠 还有卓越的功勋 声表景仰 所以用这把手枪 送给您当纪念 美国中将 麦克鲁进政 1945年8月21日 所以这个王耀武到底是因为 哪一种方式被试破的 这是搞不清楚 大陆有一篇是 捕获王耀武经过情形 他是这样讲 这篇是比较可信的地方 是他是那个时候的 寿关县公安局 他的报告 足足有七页之多 他里面写说 9月28日的早上八点 有三名武专的正位队队员 在寿关的屯田村的西北角 一桌木桥站杆 结果发现从西边的公路过来的 两辆胶皮车轮的大车 总共是五男二女 这三人看这些人 可以进行检查 并且询问从哪里过来 这些人都回答说 他们是从济南来逃难的 或者说做买卖 其中有一名叫做乔坤的男子 他身上盖着棉被 摆手机 蒙子头 躺在车上装病 这三名正位队的队员 听这群人的口音 都不像是济南人 把他们就近送到了 附近的机关去审讯 身上搜出了赤金小盐宝两个 银币11元 本币6000多元 还有一张通行证 所以他们就开始进一步的分开审讯 这篇报告说 他们发现 躺在车上的乔坤 在白毛巾一开了之后 脸部最上面的皮肤很白 很像是戴着军帽的那种痕迹 估计最低也是一个关 这个时候他们要乔坤下车 那有一名叫做乔玉荣的男子 跑了过去 把乔坤背了下来 过一回乔坤要上大号 乔玉荣又从衣服里面 掏出了很多白色的手指 他们就从这些地方研判 这位乔坤是一个官 还不是一个小官 因为做买卖的人 哪里有人这样子 这感觉起来 就是挺不接地气的 已经要逃跑乔庄了 结果他们就是用自己生活的日常 反而就很突兀 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针对乔坤讯问 乔坤说他是林青人 在进南开餐厅 可是被问到是哪个餐厅的店名 却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子乔坤在下午3点半 开始被单独审讯 到了这个时候 玩药屋知道忙不过了 所以就直接说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干脆我就说了实话了吧 我是玩药屋 那几个人都是我的卫士 所以其实原来不是在野外上大号的时候 被发现的 而是被审讯之后他说出了实情 接着中共的寿官县的县长立刻来找王药屋谈话 王药屋说 这次进南的尸首主要是吴华文的叛变 那吴华文在倒戈前召集营级上的干部开会 有一个团长不愿意跑来通报 那个时候他还跟吴华文通了话 电话里面他说你如果要攻城 不攻城都随你便 另外他也认为 飞机场的尸首是进南陷落的第二个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在机场捡到的炮弹碎片 都是野战的那种榴弹炮 估计是从黄河北岸打过来的 距离15里可以落到了机场 所以空运的7个点就停止运送了 最后王药屋讲 明天最好把我送到华东局 花个电报过去 然后派个卡车送我过去吧 如果最后这一段的进入是属实的话 我们也可以确定那个时候拿出白手指 应该也不会太意外 也就是说这个王药屋连他就要被送走了 他还是要要求说我要坐比较舒服的卡车 对 只挣久了 带不过来 我们下一集就要说 王药屋他在济南最后首层的战斗 其实是很值得一说的 特别是城外的三部之障 跟他过去的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要留到下一集来说 节目到了尾声 其实我跟老谈我们也讨论很久 老谈一直想要找机会 感谢广大的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尤其是你是用行动支持我们的 在YouTube上面我们如果有看到 我们都会跟你留言表达 我们的感谢 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贴出来一个 就是这位朋友是透过Podcast给我们鼓励的 可是因为Podcast上面 我们没有办法留言跟您做回应 那我们也在这边特别提出来说 表示我们收到了 非常感谢你们 他是Fred 对他是Fred 陈先生 陈先生非常谢谢你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集的 激南战役的战斗过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秩序一飘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给我们观看 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之外 你也能用Podcast收听哦 欢迎听众朋友们到Podcast上面给我们留言 跟五颗线的评价 支持我们 再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